躺平日记 2022年12月21日 杨了个杨 截题 最大的突破 杨了个杨系列完结了 并不是说现在100%没事了 喉咙还是没有完全好 但其他的毛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能那颗薛定谔的结石带来的奇怪感觉 比杨了个杨带来的麻烦还麻烦 早上拍了一个视频 其中提了一嘴 直播自己从家门口走到安亭这一路 于是事就这么成了 先是抖音直播 结果一不留神说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某广场的大事情 被抖音掐断 十分钟进播 于是改为视频号 走完了最后这一段 明天看看是不是可以再来一波 至少还是有点人气的 就算是流量实验 也可以做做看 于昨天比较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味觉恢复了 或者说口苦停止 从早上的饺子跟蛋糕 我吃着就对劲了 再到中午 就是直接横向比较 还是西小北的宽低加辣 只是之前的话 头上的大汉 告诉我厨子下的辣子还是那个劲 今天算是品到那熟悉的味了 甚至晚上点了个新的口味 还有点把自己给辣到了 随着说话越来越顺流 昨天有心无理的视频录制 今天就可以做了 所以先把昨天已经码出来的拉丁语 第34课部分录了 然后再回头把33前半给干了出来 明晚不意外的话 就可以把这周末的调课给上了 上周忙完了英国那边的课程 本以为这周可以稍微吸马油浆一点 就扬了个扬 这几天就忙他的事了 这下子这玩意儿忙完了 还真给不定下一个时候 老天爷又会降下一个什么样的梗 比方明天 今天有人在私信 就问我说泛语的事 不过目前比较有吸引力的 还是利用英国放假这三个礼拜 给下学期的课程 做做准备